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表施耐德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 去交流说我们在财务数字化方面 做的一些探索 那当然希望是说我们的一些经历 能够给在座的各位一些启示 那同时呢我更期望的是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行们 我们的专家们能够给我们呢 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我想呢今天其实也特别的难得 因为我记得去年其实我也参加了 在北京UI的这一场这个盛会 那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似乎没有看到 就是UI Pass的founder 这个Mr.Daniel Dance先生到场 但是今天呢就是我看到他来到了上海的会场 所以借此机会呢 其实我非常想要问这个Daniel一个问题 但你可以不回答哈 我都没有看到Daniel在哪里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说 所以为什么你给你的名字 UI Pass to your company 但是不要担心 其实我没有想到一个非常实际的答案 我只是想要分享我的答案 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认为 UI Pass can mean 你和我一起决定的未来 其实这是今天我的题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 其实离我同行 输在未来 Please video 谢谢你 We have worked with UiPath since 2017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ia RPA RPA robots utilize the user interface to capture data and manipulate applications just like humans do more efficiently, accurately and rapidly our center of digital excellence has developed automation processes for different financial business scenarios for example, automated the end-to-end accounting processes from downloading bank statements, hosting bank transactions cash application and clearing to handle the routine and repetitive tasks automatically providing monthly financial analysis reports of hundreds of projects for plants in Schneider and processing data over millions of lives which cannot be handled by manual work We streamlined and standardized business processes in RPA projects improve the compliance and transparency of our operation now we can offer more value-added services to our customers and improve customer experience with RPA we drive financial service upgrad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deliver fast and accurate support and response to our business to create a competitive edge together weapon 谢谢观赏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這段video之後 是什麼樣一個感受 其實作為企業來說 我們的video其實非常寫實的 我們並不是說要銷售這個產品 但是如果我回想一下 在2017年的時候 当UiPath在亚太区的一位同事 来到我的办公室 跟我去宣讲 跟我去讲说RPA的技术 以及RPA应用场景的时候 其实他也放了一段video for sure 当我们所有的同事 包括我在内 看完这段video之后 我们都非常地 大家猜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地激动 非常地兴奋 我们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 我们所有财务人员 所不想要去做的一些重复的 一些看起来非常枯燥的工作 终于可以被机器人所替代了 所以我们欢呼雀跃 但是呢 这位亚太的这个UiPath的同事呢 我觉得他是非常真诚的 但也许是属于用了一个 欲擒故纵的一种方式 他跟我说 你们不要激动 其实我在任何一个企业区宣讲的时候 我都会放这个video 所有的人看完之后 跟你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非常地激动 但是 其实RPA的旅程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问我 你们是不是真的是ready for 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准备是说 去引导这样一个RPA的变革之旅 那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没有任何的思考 我告诉他 for sure 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有能力 我们究竟是谁 在这里我要稍微再介绍一下 我们是施耐德 那施耐德呢 我们是引领全球人效管理的 和自动化领域数字化变革的专家 我们是起源于法国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全球是有一个均衡的布局 我们在去年大概的全年的收入是在260亿欧元左右 其中呢我们有50%都是源于数字化的这样一个收入 那么正是基于说我们施耐德在数字化领域 在我们的运营管理领域 在自动化领域这样一些深厚的积累 所以施耐德的全球共享服务中心 也是在我们的精益管理 在我们的质量管理方面 吹成初心 做出来很多行业领先的一些尝试 那得到了行业的广泛的认可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SSO这样一个组织 所评选出来的最具声望的共享服务中心 全球20强之一 那我们在数字化的进程当中 在RPA的开发利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团队 去打造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系列 我们把它的名字取作叫FEMA FEM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叫FI的缩写 FI的意思是说Finance Services 那FEMA的意思就是我们 施耐德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小超人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施耐德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小超人 它的诞生的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进程会非常地快 基本上我们在半年的时间内 打造出来了自己的这个 成立了我们自己的专业的团队 那么在半年的时间呢 我们建立了说在整个企业级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 那在这个当我每当去跟大家去分享说 我的这样一个历程的时候 其实就有同事会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说你是这个完全拥有自己的一个团队 那你们为什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心说 你们可以不要请我们的顾问公司呢 我想今天肯定来的还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非常专业的顾问的团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想很多人也想知道王毅的答案 因为我们可能还曾经有过这个探讨 那你们猜猜我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会非常地简单 因为我没有钱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个人并不认为是说RPA只是一个短暂的开发的过程 我认为RPA它是一个journey 它是一个变革的历程 而且是财务数字化变革的第一步 正如今天如果我要问在座的 如果在座有财务人员的话 如果我要问你们 你们心目当中最powerful最好用的分析报告工具是什么 你们会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Excel 对吗 所以我认为是说 随着我们数字化变革的深入 未来RPA 未来Robot也会像Excel一样 作为财务人员的一个标配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需要我的团队去掌握能力 这个是一个数字化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 自己拥有这样的数字化能力 才能够是说去引导我们的数字化变革 我们才能够在数字化变革之后 仍然有我们的位置 这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有自己开发的团队 这一篇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在施耐德的财务共享 施耐德中国吧 我们的一个RPA的基本的框架 其实从前面 UI Pass专家的讲解 大家也会看到这么几层的框架 所以看到说 其实在我们施耐德来说 我们不仅有说Studio 它是既可以用于开发 又可以作为前台机器人 去运行的这么一个license 我们同时也有是说 去执行任务的前台后台机器人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管理这些机器人的actur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 一个企业级搭建 那么又有同事 suddenly某一天来问我说 王一你为什么一上来 就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架构 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其实可以step by step 你可以说先来一个license试一试呢 刚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自己吓了一跳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买一个license 为什么呢 我后来又自己反思了一下 可能这源于我财务人员的一个本能 我是有风险意识的 我会在想说 在整个信息技术 数字派技术逐渐深入到我的信息系统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必须要提高一个非常高的警惕 就是说关于系统风险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绝对不能够把开发和应用 放在同一个或者说一个role上面 而且我也同时认为作为财务系统 它本身有它的一个怎么讲 我们说confidentiality 还要加上是说在整个中国或者global的框架里面 我们不仅有财务的机器人 我们会有HR的机器人 我们也会有其他function团队的机器人 所有这些的话我认为都要从 都要很好的重新去考虑说 我们在类控上面的一些考量 所以可能是基于这个本能 在第一天 在day one 我就从来没有犹豫过 我当时的决定就是 我要上一个完整的企业级的这么一个框架 所以通过这个企业级的框架 刚才我有谈到 一个机器人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个在运行的程序 其实更多的 它是我们员工的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虚拟的员工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员工 我们就需要跟人类员工一样 去管理它的performance 也同样需要把它作为我们资源的一部分 去做计划 去做调配 那只有我们有了这种 完整的架构体系之后 有了actrator之后 我们才能够是说 有刚才大家看到这些dashboard 能够看到这些虚拟员工 它的performance是怎么样 它的资源分配是怎么样 这跟我未来搭建一个 人机混合的团队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和基础 也有同事会问到我说 非常关心一个话题 governance model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一个治理结构 whatever 就是说从这个governance model角度来说 通常我们会谈到有三种情况 所谓是centralized model 会有federated model 以及我们讲的hybrid model 那作为施耐德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运用的实际上是一个hybrid model 那我们就想为什么呢 其实作为centralized model来说 它的优缺点我觉得 其实尤其是优点 我不想赘述很多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专家 已经给你们讲过 甚至在很多场合会去推广 promote说 你们应该用centralized model 但是从我们自己的体验的过程来说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 就采用centralized model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陷入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的各个用户部门 进入了priority 优先级的长期的争论的过程当中 同时开始去增强开发的资源 而且这种centralized model 在一个新的技术刚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利于说 它的技术的推广 它不利于说我们形成一个 很好的用户的一个技术 因为这个技术掌握在非常少的 一部分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考虑用 在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用centralized model 那对于federated model来说 它虽然似乎是可以去弥补说 centralized model它的一些缺陷 但是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它会产生 就是部门利益会占主导 那么每一个部门只看自己那一部分 很容易失掉我们叫端到端的 一个全局的一个管理 很容易就使得一些开发会被重复 很容易是使得我们的资源在浪费 而且呢也不利于形成 我们统一的开发标准 从rpa本身来说 它自己的经益管理是得不到保证的 也不利于说rpa它的长期的战略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施耐德目前的情况或者说在过去两年当中 我们是应该是说自发的 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因为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我们自发的就形成了这种我们叫hybrid model 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我们有最大的COE团队 我们会给其他部门的COE团队提供我们的培训 提供我们的开发支持 以及售后的一些维护的一些工作 那同时呢所有的团队都在同一套的开发标准 和同样的企业平台下进行工作 这样的话somehow就可以balance说 我们两种model上面的一些缺点 当然可能不能完全地去避免 但是随着我们对rpa这个技术更加深入地掌握 随着我们在管理上面更加成熟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说我们要主动地去选择 更加适合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些新的模型的结构 那刚才其实在那个非常短的 其实那个片子只有两分钟 那可能有很多这个机器人的场景都是飞溯而过 这个地方呢是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我们小飞下家族的成员之一 他叫Hedrin 那么他是属于说 我们给业务财务开发的一个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他完成了我们在人工情况下可能不能完成的 所谓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他替代了将近1300个小时的人工 处理的是上千个项目的一个计划成本 实际成本的一个分析 给我们的项目的管理人员提供实时的多维度的 深度的分析 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项目的执行 大家从这个前后的比较会看出来 基本上在前面四个步骤 我们的人的头像都被换成了我们的female的形象 就是被我们的RPA进行了替代 但是实际上大家在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疑问 如果是我来看这个图的话 我首先就会question说 难道在人工流程底下 那些人都只干这项工作吗 不一定吧 所以这就意味着说 可能在我们在RPA进行自动化之后 会有一个问题产生 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 RPA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 似乎是有一些碎片化的自动化 是在间隙当中去实现的自动化 然后你的同事会告诉你说 我今天其实完成了自动化的时候 给你节约的是0.7个FTE For example FTE的意思是full-time employee 也许有些同事会说 我节约了0.4个FTE 然后问题就来了 我们没有0.4个人 我们也没有0.7个人 人就是1或的0 所以当你领到一个任务说 你完成了RPA之后 你需要去做一些 企业阻塞瘦身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就是我认为架构的重组 就像是说 打比方我们在很古老的时候 我们会玩俄罗斯方块 最近好像前几年也在玩什么肖肖乐 实际上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有空隙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去重组 把空隙把它连起来 才能够真正实现说企业它的一个瘦身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RPA如何来助力财务的变革 实际上应该说财务在整个 或者说会计吧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职论之一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财务或者会计的产生历史 我们经历了可能原始社会的 这个节省技术的这个时期 然后后来呢我们出现了算盘 然后我们出现了计算器 然后我们有了信息化的系统 ERP系统 但在所有的变革的过程当中 我们财务人员其实more or less 都是安然处置的 对吧 我们其实都会知道说 这些只是来帮助我 工作更加有效的一些工具 但是当RPA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好像这个行业的悲观情绪 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其实随着RPA的出现 那整个财务行业面临了 应该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所以我们可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RPA究竟是属于财务这个行业的终结者 还是我们财务这个行业 完成自身转型和变革的助力者 我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其实当大家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符号是不是无穷大的一个符号 所以我们认为在RPA的旅程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它是在帮助我们财务 去主动地完成这样一个变革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刚才提到了财务重组 这个架务重组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其实我还想分享一点 稍微要说一点的 就是关于流程的标准化 那其实在我很多的 就跟大家同事去讨论的过程当中 都有同事会跟我研究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 把流程完全标准化之后 我们才来上RPA 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说 我的流程标准化要到什么程度 我才能上RPA 这个有点困难 就有点像机身蛋还是蛋身机的问题 那我们想一想 这是一个其实真的是 飞速变化的一个时代 业务永远不可能停下来 等你的流程 perfect standardized那一天 才让你进一步的一个改进 我们试想一下 其实RPA是一个很好的外力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助力 它逼迫所有的财务人员 必须得重新思考 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 那我们必须要去重新梳理说 在各个系统之间 这样一些工作包 它本身的入是什么样子 怎么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优化 这是我们财务人员 需要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来说 RPA会推动来说 迫使我们财务人员 主动去做出变革 那么RPA能够帮助说 我们去完成自动化的 最后那一步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不谋而合的一个话题 就是如果看未来 我们也期望一人一击 数字伙伴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小的历史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UiPath的同事 应该是号称是说是北京人 但是从香港来的一个帅锅 过来说就是要拜访一下 跟我沟通交流一下 是说我们在使用RPA过程当中 一些经验和体会 当然他在那个时候呢 除了在说你们的体验怎么样之后呢 他也在问了一个问题说 王一你有没有考虑过 实际上你的每一个员工 其实都应该是数字员工 你的每一个员工 都应该拥有一个license 让他自己能够是说 用数字化的手段去提高他的automation 我一听 当时的反应你们猜会是什么 当时的反应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sree forward的反应会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财务人 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销售 他单刀植入地告诉我 你需要买更多的license 上百个 上千个 上万个 甚至更多 然后你们知道 我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吗 我怎么回答他 其实我非常有礼貌地回复他 我说Gabrie 你这个建议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你要帮我去解决 第一个问题 你的commercial model是什么 我是财务人员 我说虽然你的这个license 我自己觉得并没有那么贵 但是如果我要大规模地去用它 我说我还是会更加审慎地去考虑 我在上面的投资会是多少 第二个我说你要帮我解决的问题 就是你的社区 你的技术门槛 你的技术烘培的环境在哪里 因为虽然你的技术门槛并不是那么高 我们现在作为这个 施耐德的自主开发团队来说 我们是自己的财务人员 在转型去做我们的这个RPA的开发 但是的话 如果我们要想达到这样一个 更多的用户来去使用RPA的话 你需要说给这个用户 更多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我提给他两个问题 那么我发现 因为我在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跟他探讨的 然后在去年 大概也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北京开同样的一个论坛 其实我发现他们非常宽 对了 UIFastart是一个非常敏捷的公司 也许其实在那之前 他们已经有答案了 只是没有告诉我而已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今年其实你们又再次看到 他们推出了他们的community 他们推出了 这个协作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呢 他们在community里面 已经有了说 free of charge的这种license 鼓大家去学习 那么同时呢 在很多这个论坛上面 大家是可以彼此去学习 这样一个RPA的这个技术的 所以呢 我觉得是说 在已经有这么一个 比较好的前提的情况下 其实企业可以真的 重新去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说 把数字化变革 影像更深处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一人一机这个 其实除了是说 从现在外部的环境 是有这么一个要求 那么内部的话 其实我也在做一些思考 经过这两年RPA的探讨 我们发现 虽然是说从leader的角度 我们非常想推这个变革 但是我们仔细地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非常落地地去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遇到阻力 我看很多同事都在点头 一定有的 我们想一想 我们不仅是领导者 我们也是个体 我们换回思考一下 当一个财务人员 当一个不管在什么岗位上的人员 当他意识到 他的工作将被RPA替代的时候 他本能倒会有抵触 是吧 那我怎么样能减少他的抵触 我怎么能让他们 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去迎接这个时代 新的变化和挑战 最好的方法就是 让他们成为数字化的一员 让他们去掌握 这个数字化的机能 让他们自己去开发 去应用 解决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痛点 那么在他们做了 这些工作之后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 common case 我们把它收集在一起 交给我们的专业团队 去做进一步的标准化 进一步的打磨 我们同样可以把它 回到企业级的平台上面去 所以我相信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既能够帮助 我们的员工做转型 同时也能帮助整个组织 做技术化的 最后的一个变革 不管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还是被重的选择 我们所有的人 已经在这个数字化 变革的路上 那这个时代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一个所谓外行 干掉内行的时代 这个时代 我认为更是一个 数字化在推动共享 共享才能共赢的时代 那我期待着 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一起来共同努力 去创造出新的价值空间 谢谢大家